记者近日探访中国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 海南省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鳄鱼小镇 了解中国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如何练成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鳄鱼产业分会秘书长 海南鳄鱼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于志林介绍 鳄鱼小镇在短短几年内从无到有 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 小镇的鳄鱼种苗每年出来量超过40万位 每年产出的鳄鱼种苗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败数 东方和望新养殖有限公司是首加入住鸿草村的鳄鱼养殖企业 公司董事长徐祥蒙说鸿草村土地资源丰富 气候适合鳄鱼生长且村民对养殖鳄鱼的支持度较高 因为我这里第一家实现了超近楼嘛 我鸟鱼半就买鱼了 所以这个已经就是证明这个我们东方是否这个产业的发展 天气调进啊 整个这个环境啊 还是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带我们这个产业的支持 我们进来呢 我跟我们书记说那你要把我当成村民一样看待 所以我们这个村民老百姓也做到了 后面去进来互相帮助 记者在养殖场里看到 鳄鱼池特设双重围墙 内重围墙隔开不同池子 外重两米高围墙 将整个养殖场围起来以保证安全 鳄鱼全身是宝 业内人士介绍 一条鳄鱼能开发一百多种产品 不仅能卖苗 肉用 做皮革 还能加工成养生酒 化妆品等产品 此外 红草村鳄鱼企业在养殖的基础上 建设了鳄鱼观光园 供游客观赏 我们鳄鱼小镇的这个产业里确实是 整个鳄鱼产品都有一百多种 一条鳄鱼能开发一百多种产品 我们自己也在做这个二产 我们也这个酒厂马上就要动工了 还有我们这个生加工 肉食加工 还有我们这个二产的皮革 涂窄了以后 做成鱼包装的生鲜 用鳄鱼肉做的鱼制菜 用鳄鱼肉做的那些制补营养品 还有一个高端养生酒 还有就是日化这块的话 我们现在也有些化面膜之类的呀 洪草村党支部书记福正丽介绍 得益于鳄鱼产业的发展 该村不少村民住进鳄鱼楼 这么多家企业他们经常交流 然后总结出来的 他们都愿意分享给我们村民 他们每家企业都乐意带动我们村民 七年底我们统计了我们洪草村 从原来的瓦房 一栋楼房都没有 但是就经过这两年以后呢 到七年底我们统计全村的 两层楼以上的 我们统计了一下就183栋 第一栋建起来的第一栋楼 是我们全村的村民都叫鳄鱼楼 这个就是第一家村民养殖鳄鱼的那家 我们目前在牢厂的话 是已经借了40亩的池子 已经把鱼全部养殖完了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新厂 的话又新建了80亩 我们现在的话养殖规模 就是量达不到供应上的气球 所以供应球 然后所以就想建场地 2023年的时候我们搞养殖 就养了将近8000头 小二鱼 然后成本可能在100多万嘛 然后也赚了200多万